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任天堂這次直面會第一個登場的 竟然是我們魔物獵人崛起 先來一起看一下宣傳片的內容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幾秒陌生的風格和場景 一直到有火龍之後的出現 我才意識到這竟然是魔物獵人 這個場景有一些歐式城堡 中世紀的風格和和風的崛起神火村相比 風格相差的非常遠 感覺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雪月 廢棄的城堡遺跡 搭配上這次宣傳片有一點陰森的BGM 整體有一種濃烈的中世紀的哥德風 這邊還有毛茸茸的陌生的小怪呢 歐式的風格呢 讓人聯想到神火村交易船的龍蒂妮大姐姐 MonsterHunter的官方Twitter 剛好在昨天有發佈過這樣一條推文 情報貓透露龍蒂妮的故鄉 那裡的獵人們臣服於一位國王 並且獵人們叫做騎士 還有提到 龍蒂妮有一個姊姊 也是一位騎士 難道會是什麼相關的伏筆嗎 先登場的是我們最熟悉不過的火龍先生 他似乎在追逐著什麼紅色的光體 然後這是這次宣傳片的主角新魔物 他的臉看起來就非常的凶殘 紅色的眼睛 黑色的皮膚 有一點吸血鬼的感覺 展開翅膀的同時 就是剛剛火龍在追逐的紅色的光體 讓人聯想到了天會龍 看到他完整的樣子 又覺得還有一點像鋼龍的體型 還有這酷酷的金屬感 這麼長的尾巴 看了就很想衝上去給他斷尾呢 這隻魔物應該也是一隻古龍吧 也是下一次DLC的主角 大概就是和崛起裡面怨火龍 是一樣的地位 這次將會是超大型的付費DLC 名字叫做Sun Brick 中文翻譯是曙光 這個紅色的新logo還是蠻漂亮的嘛 是這次新魔物的剪影 曙光預計發售的日期是2022年的夏天 曙光必須有購買崛起才能遊玩哦 相信這次曙光 將會是和世界的冰原一樣的規模 會有新的魔物 新的等級 新的地圖等等 這裡的左下角還有出現神火村的獵人 和我們的夥伴 艾露還有加爾克狗狗 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 下個星期的9月30號 卡普空會參展TGS2021 也許還會有更多關於這一次曙光的消息 也不一定呢 雖然2022年的夏天聽起來似乎還很遙遠 但是看到有除了新貼圖 新皮膚之外 關於新作品的消息呢 還是非常非常感動和開心的 一度封城的崛起 似乎是時候拿起來練習一下保持手感了呢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關於魔物獵人的影片 請記得要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還有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